大家好,现在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季节 今天去超市发现石榴三块钱一斤,非常的便宜 所以就买了一些 石榴非常的好吃,酸甘甜甜的 深受大家的喜欢 尤其是小孩子特别的喜欢吃石榴 但是石榴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 就是拨起来特别的麻烦 用的方法不对,就会拨的汁水到处都是 而且石榴的汁水沾到衣服上很难清洗下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拨石榴的小技巧 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石榴的表面切上一个长方形 切的时候要注意口子不要切得太深 轻轻的在表面划上两刀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切开的这一点给它掰开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里面了,石榴的 非常漂亮 观察一下石榴 每一个石榴之间都有一个分层 我们按照这个分层的地方给它切开来 轻轻的在表面划下去就可以了 口子不要划得太深 然后从上面轻轻的掰开 像这样就很轻松的可以把一个石榴打开了 用这样的方法打开石榴 简单方便 而且每一个石榴都不会烂 看一下每一个石榴都非常的饱满 再找一个盘子 还有一个勺子 随便拿勺子都可以 勺子都是起了一个击打的作用 再把石榴直接倒扣在盘子上面 用勺子像这样轻轻的给它敲打一下 敲打的时候转轻的敲打 多敲打几次 不许会你可以把所有的石榴全部敲打下来了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大部分的石榴已经掉出来了 还有一些被包裹的比较深的 像这种就很难敲下来 只能用手剥下来 但是大部分的石榴已经掉出来了 可以看到每一个石榴都是完完整整的 而且非常的饱满 一点汁水都不会浪费 吃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勺子 直接像这样咬着吃 一次一大勺 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从开刀到前处手都不会碰到石榴 干净卫生 而且也不会弄脏案板 不会弄脏衣服 非常简单方便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收藏哦 这里是威美食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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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